你问我 一个华人怎么可以 在一个非华人文化的一个国度里面 来传达文化 这个是很矛盾的 为什么呢 那你要问我 我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在菲律宾是拍电视剧的 电视连续剧 在菲律宾这个国家 电视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传播文化的一种媒体 电视连续剧 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问我 哇 你一个华人你怎么 跑去菲律宾拍电视剧 而且你懂他的文化吗 其实我告诉你 我真的也不懂 那你要知道 我是通过什么方式 来传达一种文化的 那我要告诉你 我的职业是什么 我的职业就是 我是动作导演 其实动作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任何人都有肢体动作 对不对 他的动作出来了 好看就是好看 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动作本身的内涵的东西 它是有文化的 动作的形态 那是有文化的 尤其我们在拍电视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动作场面 那它也是有文化的 可是因为我接触到 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制作之后 我才能了解到 原来菲律宾的动作 它的文化是什么 其实它是受西方的影响 是蛮大的 所以它每一个 在它的戏里面的动作 全部都是很西方化的 非常直接 我作为一个华人的动作导演 我要参与到 他们的制作当中 如果我没有办法 能够把一些新的元素 带进去的话 那是没有优势 所以我了解到 他们的动作概念之后 我就在想 我怎么可以把一些 我们东方的一种动作文化 能够融入到 它们的制作当中 他们是很直接的 比方说 一个人转过来 他就 这个人倒了 没有了 可是 这个就是一个 西方的一个动作 这是在华人里面 我们可能的动作 去法都不一样 他就是 看那个人来了 那个人一来了之后 他首先不是先打他 他要先 先躲他 躲他 砰 最起码他有两下动作 砰 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 给他丰富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 一些动作文化 它是比较花哨的 所以说这些花哨的动作 你不可以太 偶尔太夸张 太夸张的话 不符合他的文化 可是你在他的 直接的角度里面 你再加上一些 比较有一点 观赏价值的一些动作 可能他会觉得 非常好看 所以在这样一种 切入点 我就在想 我怎么可以 把我们的东方文化的动作 然后稍微稍微地改良一些 然后融入到他们的 本地的制作 所以这个东西 出来挺好的 所以我在这个整个制作过程中 训练了好多的动作演员 我们叫P身也好 武行也好 就是动作演员 他们其实真真正正的 根本不是从动作演员出身的 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舞蹈员 我为什么要用舞蹈员呢 因为舞蹈员的肢体的协调性 非常好 而且他们的这种 翻腾跳跃都很好 只是他们缺少了一些什么 动作打斗的概念 所以我就在这些人当中 训练这些所谓的 舞蹈员可以 有一些动作概念 就是打斗的动作概念 所以当这个过程一出来之后 我觉得挺棒的 为什么 因为太好了 因为他们的身体数字 加上他们的自身条件 再加上他们对这些电视的 一种制作的热情 所以这些年轻人很好 感谢观看 您的情况